一大清早 笑笑 已經餓了 請問你今天要帶我們去吃什麼桃園美食 但是我記得桃園人家說是這個美食沙漠 它真的有美食嗎 什麼? 那我這個桃園老家可以去吃吧 我跟妳講 我們今天再邀請我們兩位朋友 一起來看看你這個桃園美食到底是不是美食 那我們今天規則就定說 如果今天這個桃園美食有到達四分的等級 四分是怎麼樣呢 我們會推薦別人去吃喔 你說一到五分 我覺得是四分以上 要推薦別人去吃的喔 如果只是單純我覺得好吃過關 沒辦法這不通過 不太嚴格嗎 沒錯要這麼嚴格喔 今天就是要來diss你 我幫我哭啊 今天就是要來diss你 今天就是要來diss桃園的桃園的桃園 走了走了走了 走走走走 那個嘴巴沒有沖水 OKOK 回來這裡 這是我們的第一站喔 四川牛肉麵 這是一個老店的感覺喔 這一家是四川牛肉麵 它是民國48年開到現在 蛤?你連48年都知道 對48年開到現在 我從小吃到大 我很喜歡它麵 因為它麵是Q的 而且重點是 我們今天的評審 有兩位是南部人 喜歡比較甜的口味 沒錯 它的湯是偏甜的 對 我剛剛已經發現 很Q喔 我們一定會喜歡 我真的 我對主角是很嚴格 欸?它有三塊喔 四塊 哇賽 欸 這樣多少啊? 最晚是120 120有四塊喔 小的 我覺得看起來是 哈 麵像是部分是部分 好了 已經快餓了 我喜歡這個麵 這個Q度啊 他喜歡 麵的Q度 但是這個麵太鹹 哪會啊 這可能需要洗澡 哇賽 來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甜甜的 你說麵甜甜的 嗯 所以符合你們南部口味嗎 但我覺得麵是鹹鹹的 但我覺得麵是鹹鹹的 那你覺得麵是怎樣 嗯 這不是有什麼味道 他覺得 他覺得麵有酒味吧 哈哈哈 很Q啊 真的是很鹹 但是我比較喜歡那種 很爛的奶 這個豬腳我喜歡 繼續醉 繼續醉 我其實不會主動吃豬腳 可是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覺得他 麵條 跟我想吃下去 就是咬下去好像沒什麼盤餡 就是 很紮實 可是 就跟吃一張麵條不太一樣 就是沒有什麼盤餡 所以你覺得在齒便各擋 對對對 就是 咬下去就咬下去 沒有什麼盤餡的感情 好特別 鹹鹹的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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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比較好吃 這個有樣 因為我喜歡吃 花椒的味道 我覺得很香 我真的覺得他上面 沒什麼味道 哈哈哈 應該說很簡單的味道 然後 嗯 再吃一塊 哈哈哈哈 麵條會有點滑滑的 就是還蠻好入口 跟那個 湯麵比起來比較有口感 我覺得 他比較喜歡 我的這個麵 小麵頭麵還可以 而且比較便宜 啊 它便宜太多了 不行 這樣CP值這個比較好一點 1 2 3 哈哈哈哈 很好吃啊 你們瘋了 好不好 跟妳講 那雖然 是還可以吃 但是想到它推薦 真的有點 太過了 沒想推給別人 這沒辦法推薦 對我來說 這太鹹 真的很鹹 但它的麵真的是 我覺得 只能算是有特色啦 因為我第一次吃到 豬腳 豬腳湯麵這樣子 然後豬腳我喜歡 我真的喜歡那種 爛爛爛爛爛的 這個就脆脆的不小 夭秀應該也不一樣 哈哈哈哈 好啦 再加油 再加油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們真的不懂吃 大家吃老爹 GO 桃園老爹豆絲 最有特色的一間壽司 超級多口味 好 我真的讓你驚艷到 好 這一家是老賊壽司 桃園人一定知道的 它的壽司 重點就是它的口味超級多 而且真的很便宜 我們今天點的是大花壽司 這一份70塊 相當於一個便當 所以它有花壽司重點 15塊 15塊會金 豆腐超多的味噌湯 蒸蛋超好吃 只要20塊 贏不了 就SET 15是吧 贏不了 你要特色一下 有蛤蜊的部分 就豆花這個湯 豆花 豆花 豆花問號 這個是水 湯啊 蟹肉 蟹肉蛋 香檸檬 這個啊 燻雞吧 欸這是起司啊 起司 3 6 4 1 2 3 燈 給過 耶 欸很棒 我們三個人都差不多欸 可以 同燈同分 趕快講為什麼 我跟你講 推薦美食 老賊絕對是 超人推薦的 壽司之餘 燒過大碗 CP值超高 超多種口味 特色小吃 好不好 我最主要是因為想到 可不可以推薦給人家吃 不會啦 如果人家問我 欸這個到底要吃什麼啊 又快又方便的話 這個也絕對是一個品牌 因為它 壽司包的還蠻紮實的 就是它不會閃閃的 有些吃起來就是 一用它就閃掉了 料比較 比較多 對阿 所以我們給這家 給過 我們老賊是很厲害的 好不好 很少一包的 我現在帶你們吃的是 我現在帶你們去吃的是 麻糬豆花 桃園很有名的 它的豆花吃起來 跟麻糬一樣 就是你吃豆花 帶嘴巴的口感 會很像在吃糖 糖 糖是不太好聽的形容 但是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它 吃糖嗎 跟大家說 我不喜歡生麻糬 不喜歡生麻糬 又要被菊叉了嗎 就說像糖不吃豆花 好玩具 但我兩個都喜歡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個人很喜歡吃這個 這什麼 崩潰 崩潰 我個人很喜歡吃冰沙 大一點 不要怕痛 我們就只有大一點 真的一點會 吃 這個就是糖 比較大 所以它豆味還好 它是豆味不錯 你給我吃這麼大一個 它可以接受 它應該可以就不一樣 它可以接受嗎 你確定 它會等一下酒醉就不一樣 不敢吃豆花的人 不敢吃豆花的人 可以接受 它是豆花嗎 對 它是豆花 我覺得還可以啊 還可以耶 它接受 它是介於豆花和豆 全部夾完了 這個是什麼 脆圓 脆圓 脆圓可以 沒賴賴賴 沒賴賴賴 好突然 你沒有當照老師吧 你真的很嚴格耶 這位桃園人 我們想要敲嘴機 高雄獸訓是你 好不好 這麼難思考 很難啊 想不到這個豆花 需要讓它想的怎樣 對啊 這是怎麼了嗎 一 二 三 三分 過關 好 江平 江平啊 真的吃啊很好吃啊 然後烘粿也很讚 其實料整個都很好 因為有些湯圓會這樣 太爛 結果整個是泥的感覺 但它其實是有嚼勁 欸 就是 豆花肥賴一下 不敢吃豆花的肥賴 可以啊 因為很特別啦 痛很痛很慌 因為我每次過麻糬豆花 吃一下覺得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勉強給個圈啊 好不好 勉為強啊 會推薦別人來吃 欸 好啦可以啦 對啊會推薦 欸如果不可以 你還舉一圈 那你就隨便拿 就剛好拿啊 就真的去吃 我沒有要這種美食評論家 好 接下來我要介紹第四家跟第五家 第四家是這個福士蛋堂 它是位於南平路上 我覺得比肯德基還好吃 噢 你確定咧 一個是原味 一個是髒髒口味 就是巧克力口味 哈哈 然後第五家是蛋頸布 它是那種傳統的蛋糕 我今天幫各位買的是 巧克力跟起司混搭 他們就是一種口味 整顆這樣 這樣多少 我特定為了你們 買了混搭口味 只要130 這兩個這樣加起來130喔 這兩百塊 六顆兩百 啊 那你口味可以混搭 它還有肉桂跟 整個糖粉味 嗯 聞起來是不是 已經開始了嗎 啊對啊 聞起來就是普通的蛋糖 OK 欸可是它很高 對啊我覺得它看起來 這個賣相還不錯 有沒有聽到 嗯嗯 有沒有聽到 嗯 嗯嗯 這是虎龍的蛋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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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超脆的欸 這叫什麼 雷真大 有點小 喔 是這樣子的評論喔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很大聲啊 是不是跟我們有想的一樣 閉嘴 嗯 大概知道 就是蛋了 有點太單了 好像吃蛋一樣 嗯 它超脆的欸 然後又有爆米花的味道 爆米花 鹹的嗎 那我喜歡這種欸 我覺得它不會太甜 就是 我想要再甜一點 到這邊都是蛋了 對我就來說它很多蛋 它很蛋啊 又好吃啊 但你覺得肯德基比較好吃對不對 會不會 可以跟肯德基比的 他把邊邊拿掉了 他怕我們太嚴格了 他怕我們 對 他笑了一下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的笑容 你們漱口 你們漱口 你沒有專業 原味的 起司口味的 巧克力味道太重了 那他們兩個先 先分開一下 不行啊 他巧克力味道 他把那個 他覺得巧克力味道 把起司味道帶走 他已經不記得 起司到底什麼味道 沒錯 嗯 這個跟那個 我突然知道人家為什麼挑戰 一分鐘吃吐司吃不完 因為真的有點乾 對啊 嗯 巧克力可以吃喔 蛋塔 一二三 OK 一個圈兩個叉 對 對 我也太喜歡 真的吃肯德基就可以 肯德基真的太好吃了 又甜又脆 又香 又香 又扎實 這個只是因為他比較高而已 好請嘉義人發言 閉嘴 真的比較簡單 就很簡單的味道 然後蠻喜歡的 他就是喜歡簡單的滋味 就只是因為簡單 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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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一個圈兩個叉 我就說這個蛋糕不行欸 這感覺SEVENT的蛋糕都比較好吃了 我說SEVENT的麵包加上個三 他怎麼講這種話 你們就喜歡這種簡單的味道 真的太簡單了好不好 這真的太簡單了 樸實 巧克力 最好吃的味道 巧克力就是最好吃的味道 所以他味道不夠 就不是要最好吃的 你說他已經是第一名 結果他還是不夠這樣 沒錯 我不知道吃起司在吃什麼東西 但是 他針對起司啊 但我真的就吃不完那是什麼東西 就覺得好像在吃 補絲的感覺 因為起司他直接把膽緊固打到地獄 沒有我覺得他今天在數據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會不會變的 我媽說我 所以我就說 幹嘛找一個合作人來一個評論 哈哈哈哈 今天帶大家 這是 我從小知道大家 阿財補貼 餡包裹貼 他真的超香 而且他很有肢力咬下去 是會流湯出來的 他一份是十個六十塊 欸十六塊嗎 我看一下 看一下大字報 看一下大字報好不好 一份是六十塊 他的湯也很好 哪個高興一點啊 從小吃到大 每個禮拜一定要吃 有人來桃園玩 我就會帶他來吃的家 喔那就是你的五分啦 對是我的五分 東南六餐 陳一太大 張雲池是誰 他這個真的都是現做的耶 先包現煎 但也不會說等超久 先吃原味 嗯 不好吃喔 我本身就很喜歡吃這樣 鍋貼類 比八方雲池還好吃 沒有 沒有 欸 麵無法 他本身那個皮就鹹鹹的 這個好OK 鹹鹹度剛好 你早上提外麵太鹹 他這個是剛好 不用加醬 還在煸 很香對不對 很香 然後鹹鹹然後 有沒有好吃的潤餅 太誇張了吧 素材 素材 地瓜球真的吃超大 超大 跟那個玉丸球草一樣大 巧克力 甜菜 地瓜 欸甜菜好吃 我推薦你吃甜菜 好啊那我吃甜菜 你沒怕多久 你會怕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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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怕多久 很大顆吧 不喜歡吃地瓜球的 因為我人生吃不到地瓜球三次 所以我就不適合平板 開心 我沒有要做美食品 你家 真的很大 這CPG我真的很喜歡 真的很好吃啊 他就是有這個餡 然後又有那個空的啊 就這樣子是最好吃的 有些是全部都空的 有些是太滿 它外皮很酥 就會咬很久 就是像台中的 就是整個都沒有牙開 根本牙齦會受傷 就咬很久 吃口香糖 這個就是一半一半的 這個要排有漫舟 假日來的話要排這個 我真的沒看我怎麼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就刷足人 所以只想要一口接一口 我就來吃 好阿財國鐵人 一二三 同人同玩 登登登登登登登 夠快 耶 欸 欸這個是會推薦別人吃欸 我就覺得還好 我就沒有吃 那你只有你才格啊 那你就是你這個 不是美 我一定是日子 唉唷阿 如果我現在想吃波鐵的時候 我就會來吃嘛 對不對 你就不會去買八幡眼鏡 看嗎 因為有阿財 但他也會 如果今天要在牌眼鏡 就吃多了嗎 所以就變阿財 他真的會被罵 他真的會被罵 阿財 讚 阿財讚 讚 是我的阿財 阿財 剛剛剛剛講 太有油耗了 對吧 我沒有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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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啊 很香啊 呆呆地瓜球 一二三 登登登 過關 三分 好 講拼 雖然我不吃地瓜球 但是他這個很大很多 而且又只要50塊 我會推薦 你會吃地瓜球 你可以去吃 對阿 其實這個地瓜球大很小 如果說大家 地瓜球站在一起的話 他是可以被列入 非常厲害的地瓜球 份量 可以 很多種口味 想要怕多了球的朋友 沒有 好啦 我們今天的秀秀考評 桃園美食已經結束了 我覺得超嚴格的耶 我覺得那些都是好吃的東西 結果他們有點沮喘 而且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李志穎他剛剛在阿財鍋貼的時候 跟我說 他覺得 阿財鍋貼好吃 我直接超不酸 我想說這怎麼爛評審 你良心說是什麼 我直接整個生菜推薦的起家 你最喜歡 阿財 蛤 蛤 蛤 沒有 我想想 先吃了提花麵 壽司 麻糬豆花 蛋餅 傳統蛋糕 阿財鍋貼 阿財鍋貼 跟地瓜球 好啦 老桌啦 在地桃園人 好不好 我最喜歡是老桌 燒過大碗 那你什麼 我覺得是那個燒仙草 喔 麻糬豆花的燒仙草 麻糬豆花 你看燒仙草的料子真的蠻多的 真的很多 所以我給這個阿財鍋貼 你給阿財鍋貼嗎 太開心了太開心了 我很期待有人講阿財鍋貼 欸你現在沒有選地瓜球 地瓜球 就在阿財鍋裡旁邊 順便去吃 哈哈哈 菜是桃園美食 就是兩位桃園人 因為他實在太挑了 他說 我們這次要給你看看 什麼叫做桃園美食 什麼叫做真正的桃園美食 好不好 請大家期待一下 對 菜就是我跟他的八大PK餐 OK 謝謝囉 謝謝 再見 早餐 早午餐 午餐 午餐 下午茶 點心 晚餐 宵夜 酒吧 好嗎 馬大 馬大 記好你們的筆記